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五月份的那个课程里面全部都有在谈这件事 可是我会觉得真正我们OBIS 2010整个应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效率提升 所以我又再介绍了很多就是这样使用才是比较高效的做法 所以像例如说Word里面的表格 有没有觉得有学到表格里面如果放一个图片 我不希望它跑来跑去的一个排版的方式 这其实应该对各位是有一些很大的帮助 就是我最近拍的这些影片叫做什么 Word高效文书处理完毕之后 我现在还在谈我预计要教各位大概100张 然后Easeal大概也要教100张 PowerPoint大概也要教100张 Easeal就会叫Easeal高效四算表 就是如何快速做四算表 还有就是像PowerPoint就是简报 高效简报自助 希望就是未来你们有机会学完这个OBIS 2010之后 你再看一看我所做的这些影片 我想应该对你们有一些帮助 那我很喜欢再两句话跟各位分享 杜福他老人家 他其实这一辈子就一直好像不是很得志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坚持自己而里面 他连自建书就是自己推荐自己的文章里面 他都这样写 他说他这个人读书破漫诀 下笔如有神 意思是说他之所以可以成为师圣 是因为他很认真很认真读书 而且要把书给读破掉 那可是当时皇帝 他没办法这么用杜福 因为他要武将 他要人帮他去对抗外敌 所以杜福他只能被就是说派到边塞 去记录一些当时的一些战事 所以他也叫做什么 他有师圣之称 对不对 可是他后来也到边塞地方 所以他也是边塞诗人的代表 好 那我想我们可能暂时 暂时课程就暂时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 期待我们 例如说日后可以再用LINE 还有脸书来继续跟你保持联系